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他过来一趟 配合调查 惊吓带着小助理跟着层服到了这儿 发现陆毅早就到了 惊吓一脸懵逼 你不是去公司开会了吗 陆毅轻咳一声 没回答惊吓的话 你吃饭了吗 惊吓点点头 所以现在是问他吃不吃饭的问题吗 不是应该说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的问题吗 陆毅没有说话 反而是一位警察过来给惊吓作笔录道 袁小姐 您前几天来报警说的情况 我们已经立案调查 不过还有一些具体情况 想找您了解一下 还有您的这位助理 惊吓点点头 坐在了桌子后边 警察只是询问了一些张清婉在片场和公司的事情 以及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询问过后 惊吓试探着问了一句 我能问一下 张清婉在这里吗 考虑到惊吓是受害人 做笔录的警察点点头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他在给你的食物里放有害食物的证据 只是口口声声说有人陷害他 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调查 惊吓点点头 那我能见一见他吗 这个 警察有一些犹豫 这个不是他能说了算的 我去请示一下吧 最后惊吓还是看见了张清婉 隔着一道玻璃窗 看见张清婉这个样子 惊吓的心里竟然十分的平静 他倒也不是来耀武扬威 他只是想问一句 我能问问你 我们之间无冤无仇 我自问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他若是单纯地寄予路一道也罢了 可是为什么要对他的孩子下手 张清婉没有想象中狼狈的样子 反而饶有兴趣地看着惊吓 沿惊吓 豪门没有那么好近吧 你以为你把我弄进来 你就能安枕无忧了吗 即使他在如何掩饰 语气中不免露出几分幸灾乐祸 惊吓十分疑惑 你这个样子很难让我不去怀疑 我得罪过你吗 张清婉扯了扯嘴角 你这个豪门大小姐 自然不会在意我们这些小角色的人间疾苦 今夏见他这个样子 安安静静地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这部戏你知不知道 你若是不演的话 主角就会是我的 可是你为什么怀了孕 就不能安安静静地在家待着 偏偏抢我们这些人的饭碗 做一个豪门贵妇人不香吗 心下抽了抽嘴角 看着神情激动的人 真想上去撬开他脑壳 看看里边装的是什么 就他这个样子 是怎么在娱乐圈里混到现在的 当下深吸一口气 问道 你凭什么认为我不演 你就能当上女主角 难不成你跟老成有一腿 老成是他们公司的老板 圈里出了名的七管言 你别噱口喷人 既然如此 你的姿色和演技都不是公司拔尖的 还没有背景 我不演了 你一号大把的人等着 你凭什么认为你能演 今夏的话说得毫不客气 张青晚的脸色都黑了 他想反驳 不过却找不出任何理由 今夏却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而且 你这个女二号的角色 还是因为 我跟方姐说了一句 方姐给你争取来的 不然 你以为公司那么多 有后台的小姑娘 能轮得到你 他当初没找那些 踩着公司大佬的 肩膀上位的人 与自己打戏 不过 是想给真心努力的人一点机会 却没想到 这背后还被人咬了一口 我以为你靠着你自己在公司混到现在 会是一个聪明人 却没有想到 也是个脑子糊涂的 今夏站起身 希望你在这里能好好地反思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 以后长点脑子 别再被人利用了 张青丸怎么也没想到 会是这样一个真相 脸上满事不甘 他不敢相信 自己所得到的一切 竟然是袁金夏的功劳 袁金夏 你别以为你这么说 我就会感激你的 我若是想让你感激 还用在这里见你吗 张青丸 我最后悔的 就是没有查查 你的人品如何 哈哈 袁金夏 你人品好 不还是进不去陆家吗 张青丸好像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看着金夏 怀了孩子 不照样进不去吗 陆毅若是真的为你好 为什么不娶你呢 还任由他的家人伤害你 说完 眼里闪过一丝愿毒 想看看金夏失态的样子 谁知道 金夏眉毛都没动一下 就那么看着张青丸 淡淡地说道 你怎么知道 不是是陆毅不想娶我 而不是我不想嫁给他呢 说完 金夏头也不回地出了屋子 你永远也叫不醒 一个装睡的人 既然张青丸 喜欢自欺欺人 他何必去戳破呢 与张青丸见完面 金夏就离开了 他既然知道 张青丸为什么这么做 其他的就交给陆毅好了 他怀孕了 不亦操劳 反正陆家 他是不会去的 怎么样都与他无关 也许十几年 几十年之后 他会跟着陆毅一起 挑起陆家 不过那不是现在 那一堆烂摊子 姑且让陆毅先去头疼吧 在那一堂摊子 不过那是